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你抓住机会 认真对待感情 用心去疼惜女神 她肯定会奋不顾身地和你在一起 一旦认定你了 她会在很多事情上给你特权 默许你的各种行为 这就是她渴望和你产生感情的暗示 男人千万别错过 说到底 女神不拒绝你三件事 往往就是默许和你发展关系 一 你提出和她视频聊天 她很快就同意了 女神真心想跟你发展关系 她对你的态度就会特别好 会跟所有的人区别开来 你在她心里会有具足轻重的地位 任何人都比不了 对你会特别关注 在跟你交往时 你如果提出想跟她视频聊天 她一般不会拒绝 而是很快就同意了 男人要知道 一个女神不会随便跟异性用这种方式聊天 对你没有好感 根本就不会理你 甚至还会删除拉黑你 只有真正喜欢你的女神 才会接受你的这种要求 她对你没有任何隐瞒 也就是把你当成最重要的人了 可能在跟你聊天通话的时候 她是素颜 也没有打扮 而是以非常自然的状态和你见面 这充分说明她心里对你特别清浪 事实上 一个女神敢让你看到她最自然和最真实的面目 就是她想和你深入发展关系的暗示 就像朋友小敏 她认识男朋友以后特别喜欢她 当男朋友家她好友以后 她时刻都想和她聊天 因此 每当男朋友发信息时 她都会第一时间回复 从来不让男朋友久等 而且下班以后 她和男朋友会聊很久 有时候到了深夜 男朋友提出想看她的样子 她也默许了 基本上这时候的小敏都是穿着睡裙在休息了 但她从来没有拒绝过男朋友 她敢和男朋友直接面对面聊天 让男朋友看到她最真实的样子 没有任何伪装 这就是爱她最好的证明 也因此 男朋友向她表白的时候 她没有多想就接受了 两个人很快成为了情侣 所以 你向女神提出用视频来聊天 她也默许了 说明是真心想和你发展亲密的关系 男人遇到了 一定要把握机会 二 你提出请她出去消费 她没有拒绝 如果女神喜欢你 她肯定会给你更多的机会 以便于让彼此的关系迅速拉近 比如你提出请她出去消费 她没有拒绝 而是很开心的答应你 不管是你请她出去吃饭 还是和她一起出去玩 或者一起去商场购物等 她都愿意陪你 其实这时候的女神 就是把你当成老公了 她希望能陪在你身边 跟你做这些亲密的事情 在此过程中 你为她买东西了 她一般不会拒绝 但会很感激你 甚至也会买一些东西来回赠给你 一个女神肯接受你的嗜好 说明她心里 期待和你尽快发展亲密的关系 只要你主动一点 她就会给你更多的机会 朋友陈小姐长得很漂亮 当男朋友第一眼见到她的时候 瞬间就被她的气质吸引了 为此 男朋友想方设法 嫁了她为好友 经常和她聊天 而且每当到了周末 她就会提出 请她出去消费 陈小姐本身也对男朋友很有好感 自然也没有拒绝 而是精心打扮以后 就去见男朋友了 男朋友带她出去吃饭 买东西 也给她送了很多小礼物 她都收下了 两个人交往不到三个月 男朋友就在一次约会中主动表白 陈小姐当场就答应了 双方顺利成为了甜蜜的一对情侣 说到底 一个女人不拒绝你带她出去消费 就是她默许和你发展关系 她有意给你这种机会 就是渴望和你走入爱情 男人一定要明白女人的心思 三 你提出带她见家长 她也不介意 一个女人敢和你回去见你的父母 说明她是真心想跟你发展关系 因为女人如果不想和你进一步交往 冲击量只会和你做异性朋友 而不会发展到见家长的程度 这当你人心里认定你了 特别渴望和你恋爱结婚 她才会给你这种特权 同意和你去见家长 在你家里做客的时候 她也会很有修养 努力给你父母更好的印象 为将来两个人在一起做好准备 这样的女人就是默许了成为你的女人 只要你不辜负她 她一辈子都会和你在一起 所以男人跟女人交往 如果双方熟悉了 有了感情基础 你就可以试探她的心思 当你提出带她见家长的时候 她不拒绝 就不用迟疑了 她肯定很爱你 相反 如果女人只跟你谈情说爱 就是不愿意和你去见家长 说明她的爱有所保留 需要进一步融合和发展 女神真心爱你 她内心里就渴望得到家长的认可 能够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被父母祝福 这会让女神特别踏实 因此 真心想和你发展亲密关系的女神 是不会在这件事情上拒绝你的 男人遇到了这种女神 一定要牢牢把握好 用心去疼爱她 相信会很快拥有美好的爱情 女神对爱情和婚姻一定会特别谨慎 不是心爱的男人 他不会给你任何机会 更不会让你接近他 毕竟女神一旦认定了一个男人 基本上就是一生 他会全心全意去爱 总结来说 你提出这三件事女人不拒绝 一般就是默许 发展亲密关系 你提出和她视频聊天 她很快就同意了 你提出请她出去消费 她没有拒绝 你提出带她见家长 她也不介意 男人看到女神在这些事情上 给你机会 就要好好把握 别错失了真爱 缘分从来不会等人 如果你忽视了女神 迟迟没有行动 她很可能会失望 最终忍痛离开 所以 遇到良缘 就要主动出击 大胆追求女神 这样 才能抱得 美人归 最后 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 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言 讨论呢 感谢大家